今天的朝鲜半岛局势给中国提了个醒 俄罗斯从来不是什么善差 大家好 日前呢 朝鲜通过修宪正式将韩国定义为了敌对国家 与此前口头放狠话不同 朝鲜这次是直接落实到国家宪法层面 这就意味着半岛的朝韩关系 已经再无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屏占了70多年的朝鲜战争 随时有可能一触即发 半岛的火药桶再次被点燃 而今天的朝鲜半岛 其实也给中国提了个醒 让我们在中俄关系不断快速发展 中俄无上限展开合作的背景下 重新意识到俄罗斯这个国家 可从来不是什么善差 面对今天的半岛局势 中国外交部先后进行了多次表态 呼吁半岛和平 呼吁各方做出建设性努力 维护半岛稳定 但俄罗斯在干什么呢 面对半岛随时引爆的紧张局势 俄罗斯方面包括总统办公室发言人 外交部官员在内 纷纷表示支持 而且是军事支持 甚至俄罗斯总统普京还专门提交了有关俄朝战略关系的草案 明确表态 朝鲜有难 俄罗斯必将两肋插刀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觉得美国明显不会接受失败 一直企图将战火引向亚太地区 但这似乎正中了俄罗斯的下怀 所以我们就看到俄罗斯敞开大门 大声嚷嚷说 你美国想打我就快点来 我在朝鲜半岛等你 这个剧本我们是不是在哪看到过呢 当年的朝鲜战争 朝鲜想统一半岛 苏联的斯大林非常支持 并爽快地给出了军事承诺 但结果呢 美军在人川登陆了 朝鲜兵败如山倒 这个时候苏联又不直升了 最后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 在半岛打了一场几乎不可能的胜仗 苏联才改变了态度 这个剧本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还有当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越南为什么敢当中南小霸王 不断在边境挑衅中国 又为什么最后被中国打败了呢 很显然历史是给出了教训的 继承了苏联一波的俄罗斯 并不是什么善差 当然我得先声明一点 我无条件支持 今天的新时代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也支持中俄在各领域的深化合作 并且统一战线 打响反霸权主义的全球斗争 我们发展中俄友好关系 前提是早演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早演于打破霸权封锁 争取一个平等的发展机会 大家注意 中俄之间并不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因此在与俄罗斯交往时 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醒 中俄的基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道 为什么一定要过境蒙古呢 中俄的南极合作开发 我们的付出与收益是否对等呢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 俄罗斯的野心是否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反霸目标呢 欣慰的是我们国家从未感情用事 也从未在国家利益上做出任何的让步 所以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今天的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的基本原则是 相互尊重 平等信任 慕邻友好 相互支持 战略协作 互量互让 合作共赢 以及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着重体现的是双赢和求同存异的精神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